长期食用酵母蒸的馒头 对身体有害吗 内行人告诉你正确答案 记得第一次看到北方的馒头 我整个人傻眼了 因为实在太大了 并且一口咬下去很扎实 没有南方的馒头那么软 整个馒头吃完 就像吃了两碗米饭 那时我才知道 北方的馒头不是作为零食存在的 而是作为冲击的主食 既然提到了馒头 就不得不说一个制作馒头时 必须经历的过程 发酵 没有发酵的面团 就是死面团 做出来的馒头会硬硬的 很难下咽 只有发酵过的馒头 才会变得松软可口 再通常会用到一样发酵剂 酵母粉 民间有种说法认为 长期食用酵母发酵的馒头 对身体有害 真像是这样吗 酵母粉究竟是什么 发酵馒头的原理又是什么 今天 小编就和大家聊聊 这一系列话题 告诉大家这些问题背后的答案 视频开始前 请各位看官 动动您发财的手 长按点赞两秒钟 强烈推荐并关注一下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所谓酵母也叫酵母粉 酵母菌 它是一种非常小的单细胞真菌 可以将糖发酵成酒精和二氧化碳 它可以在有氧和无氧条件下生存 是一种天然的发酵剂 酵母的繁殖方式分为无性繁殖和有性繁殖 目前 酵母广泛用于面食的蓬松发酵 可以使面食更柔软 口感更好 了解了酵母是什么之后 我们有必要弄清楚 在用酵母发酵馒头的过程中 面团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这背后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用来做馒头的面团 主要由淀粉组成 可以为酵母的生长提供主要的营养 酵母在面团中吸收养分和生长繁殖的过程中 将面粉中的葡萄糖 转化为水和二氧化碳气体 经过揉面的面团 内部会产生网状组织的面筋 大量的二氧化碳气体滞留在面筋中 形成空腔 可使面团保持蓬松柔软的状态 从这个工作原理来看 我们知道酵母发酵的过程 是一个自我新陈代谢的过程 产生的二氧化碳气体 被揉面团产生的面筋包裹起来 完成整个发酵过程 酵母发酵馒头对身体有害吗 酵母粉其实是一种食品添加剂 属于有益菌 可被人体消化吸收 通常用酵母蒸的馒头 可以说是无害的 除了发酵馒头 酵母还可以发酵面包和普通蛋糕 大多数做西餐的蛋糕店 都使用发酵粉和酵母 将发酵粉和酵母混合在一起 可以提高面团的蓬松度 比如一些快餐店在做馒头时 也使用快速发酵的发酵粉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快餐店吃的包子 如此蓬松的原因 之所以允许使用酵母 说明酵母中的物质 适合人体消化吸收 如果酵母本身 就是对身体有害的致癌物 世界卫生组织 是不会允许人们 肆意使用酵母的 更不会以明确的价格 出售酵母 如果非要说 长期食用酵母馒头 对身体有什么影响 那就是特别容易长胖 因为馒头毕竟是精致面粉 可以帮助人体 更好的消化吸收 虽然为了消化压力降低了 但是热量的含量增加了 所以与其他食物相比 它很容易增加体重 说到这里 相信有朋友会说 既然酵母对人体无害 而且有好处 那么是不是所有需要发酵的糕点 都可以用酵母 而且越多越好呢 答案是不 作为天然酵母 发酵的环境要求相当高 首先 在温度方面 酵母发酵的适宜温度 约为36摄氏度至40摄氏度 温度过高或过低 都会影响发酵效果 甚至会使酵母失活 其次 酵母发酵速度慢 在高糖高油的环境中 难以生存 接下来 说一下哪些馒头不能吃 一 又白又胖的馒头 现在市面上很多馒头 都长得白白胖胖的 其实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不法商贩 在生产过程中添加了一种叫做 雕白块的食品增白剂 雕白块的化学 名称是甲醛亚硫酸钠 在食品加工过程中 分解成二氧化硫和甲醛 亚硫酸钠在食品加工中 具有还原漂白作用 使食品变白 雕白块的主要成分 是众所周知的甲醛 甲醛不必多说 是一种原生制毒物 它与人体组织 有很强的亲和力 可引起蛋白质凝固变性 细胞组织死亡 二 烤馒头 现在外面很多烧烤店 都有烤馒头了 外酥内嫩 香气独特 很多人去烧烤一定要点 但烤馒头最好少吃 其实油炸馒头片 和煎的馒头片也是一样 馒头经过油炸 烤 煎等高温二次加工后 会产生不良化学物质 尤其是看起来 烤得金黄的馒头 这样的馒头吃久了 对人体不好 其次 二次加工用的馒头 一般不新鲜 用的油基本都是重复使用的 到底胃部卫生小编 觉得大家应该都心知肚明 所以建议大家 最好的不要买不要吃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点击关注长按点赞三秒 会有惊喜发生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